当前中美博弈进入摊牌关键阶段,美国除了深险俄乌冲突、巴以冲突和国内分裂危机之外,或不担心,更深层次的危机也要来了,我们见证百年变局的历史性时刻可能要来了,美国正进入早期经济衰退。 7月29日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最新数据显示,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正式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。 8月2日又一个黑色星期五,美国三大股指暴跌,道琼斯、纳斯达克标普500,分别下降1.51%,2.43%,1.84%,8月2日晚间,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跌1.04%, 创下2023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。8月2日晚间,美国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,7月份失业率升至4.3%,这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,触发了萨姆法则当前4.1%的警戒线,坏消息接踵而至,美国经济真的要进入衰退期了吗?如何判断美国经济是否进入衰退期? 历史有一个目前准确率百分百的萨姆法则。萨姆法则是美联储前经济学家萨姆,于2019年提出的一种预测经济衰退的指标。 根据该规则,当美国失业率最近三个月的平均值,比过去12个月的低点高出0.5个百分点以上,说明美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的早期阶段。 自1950年以来,萨姆法则总计被处罚11次,事后数据证明,美国当时的确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的早期。 萨姆法则准确率很高,是因为该法则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。第一是衰退早期的失业率统计容易低估失业率。 第二是失业率上升会导致真实薪酬增速放缓。而不管是失业率上升还是薪酬增速放缓,都会降低社会需求。 降低的社会需求会进一步导致失业率上升,真实薪酬增速放缓。 所以失业率是一个具有自我延续趋势的变量,当它开始明显上涨,就往往会持续上涨。 2008年1月,萨姆法则第十次出发。 2020年4月,第十一次出发,而2024年6月,该法则被第十二次出发。 我认为美国经济已进入早期衰退是确定无疑的,可能远比2020年4月,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还要严重,甚至比2008年1月的金融危机还严重。 因为现在美国的债务更高,股市泡沫更淡,经济基本面更差,社会更分裂。 但是最终到底是短期衰退还是中长期衰退,这还有待观察,就看美国人工智能发展能否挽救这次衰退。 目前美国人工智能,特别是大模型的发展遇到了瓶颈。 OpenAI停滞在高特克普斯欧上,萨姆奥特曼这个投机分子也是前驴技穷了,开始由经济投机转向政治投机了。 7月25日,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,谁将控制AI未来,呼吁美国国会进一步遏制中俄AI发展。 8月1日,中国360创始人周鸿一发布AI助手,正在联合华为、百度、腾讯、阿里云、科大讯飞等国产大模型企业,共同组成16家国产大模型联盟,共同打造普惠10亿用户的AI落地应用。 中美AI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,竞争如火如荼的展开,中国扫除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。 7月29日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,向国会提交的2024年报告中,发出前所未有的严厉警告,宣称中国对美国的军事霸权,构成了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,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缩小了差距。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更是用,中国扫除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为题,详细介绍了当前中美军事差距缩小的严均事实。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报告称,在许多方面,中国正在超越美国,通过20年来的集中军事投资,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。 在海军方面,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,拥有370多艘水面舰艇和潜艇,而且主要都集中在西太平洋。 而美国海军只有不到300艘舰艇,而且分布在世界各地,再加上美国海军舰艇的平均舰链严严重老化。 这就导致拥有11艘航母的美国海军,在西太平洋地区,经常连一艘航母都抽掉不出来。 而中国海军却越来越频繁,在保持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远洋活动,在空军方面,由于中东和欧洲方向占据了美国空军大量精力,使得美国空军在西太平洋方向能够动用的战斗机数量非常有限,主要依靠住韩国和日本的,不到200架F-15、F-16和F-35系列战斗机。 而他们面对的是西太平洋地区龟,摸最大的现代化战斗机机群。 美国媒体认为,中国空军已经拥有,由殲-10、殲-1、殲-16、殲-20组成的上千架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斗机,而且他们的平均机灵远比美国空军年轻,这还没有把中国海军航空兵计算在内。 报告还称,中国的网络和太空战能力,与美军相比,处于对等或接近对等水平,因此中国可能会利用这种优势,破坏关键的基础设施,以阻碍美国介入相关地区冲突。 比如台海冲突,该委员会重申了2022年报告的立场,即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,又日益拥有经济、外交、军事和技术力量,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。 报告补充说,北京是当前美国最重大的挑战,但不是唯一的挑战,因为俄罗斯、伊朗和朝鲜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。 这种反对美国利益的国家联盟,造成了一种真正的风险,任何地方的冲突都可能演变成多战区或全球战争。 总之该报告宣称,美国面临的威胁是自1945年以来,最严重、最具挑战性的,其中包括近期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。 这是美国自大约80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,从未面临过的问题,也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。 我们今天还没有准备好,我认为美国霸权有三大支柱,美元霸权、军事霸权和科技霸权。 现在三大支柱动摇,岌岌可危,美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,美国面临的危机越严重,转嫁危机,铤而走险的冲动就越强烈,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就越大,我们必须嘟掉幻想,坚定信心,坚决斗争,闯过难关就是路。 感谢观看